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气象局还是持续在发布了低温特报 全台是除了屏东之外 都是持续在发布低温特报中 还是要留意有10度以下的低温 尤其像是在新竹跟苗栗市发布了橙色灯号 要留意四有6度左右的低温发生的几率 不过大家很关心说 今年怎么在2月的时间 就有今年的第一号台风 杜尊台风的生成 会不会对台湾有一些影响呢 以目前的状况来看 它持续地稳定朝西北溪的方向 在前进当中 预计会穿过菲律宾的陆地 所以当它穿过菲律宾陆地的时候 就会遭到破坏 不过它未来这个水气 会不会对台湾造成一些影响 还是要再持续观察 但目前是对台湾 是没有一些直接性的影响 那未来几天的天气重点 一起来关心 北部地区来说 今天白天冷空气减弱 气温就会开始逐步回升 像是在周末的时间 北台湾白天的高温 可以来到了24、25度左右 但清晨晚上呢 低温还是来到了11、14度 所以早出晚归 还是要记得搭监后外套 中南部朋友也是一样 白天高温可以上看到26、27 清晨晚上时间点 低温也是只有10度出头 所以要注意日夜温差比较大